重返中超,西报,中超球队5000万报价,保利尼奥保利尼奥与内马尔张路,保利鸟破门热苏斯作用大张路,保利鸟破门热苏斯作用大四分之一决赛前瞻,比利时破旧利新保利尼奥个人高光级金宝,利尼奥被中文问猛,巴西国角保利尼奥,争随球队备战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,他们的对手是比利时,据西班牙多家媒体报道, 目前已经有中超球队报价保利尼奥,希望让这位巴西国角重返中超,2017年8月14日,中超广州恒大官方宣布,巴西国角保利尼奥转会西甲巴塞罗那,巴萨砸4000万欧元为约金,带走了这位恒大核心球员,2017-18赛季,保利尼奥共为巴萨出战49场,首发22场,攻入酒力进球,送上两次助攻, 足踩高科技,世界杯赛果命中率70%,多维度预测巴西,所有四分之一决赛,赛果下载APP巴萨暴力尼奥现在,保利尼奥得到了重返中超的机会,目前这支中超球队的名字还不得而知,巴萨方面希望在保利尼奥做出决定前与他的经纪人见面, 目前,保利尼奥的身价高达5000万欧元,这个价格对这位30岁正值当打之年的国角级球员来说,并不算高,巴萨去年花费4000万引入暴力鸟,如今如果能以5000万卖出,对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巴萨来说十分理想,但目前,市场上并没有多少位顶尖中厂球员, 放走,保利尼奥则意味着,巴萨需要再引入一名中场,这十分困难,当然,出手保利尼奥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非欧盟球员政策,根据规定,西甲美之球队只能注册三名非欧盟球员,而目前,巴萨拥有库地尼奥,米娜和保利尼奥三名非欧盟球员,即将加盟的亚瑟也是非欧盟球员,当然,乌拉圭球员苏亚雷斯, 已经获得了意大利国籍,而库地尼奥也有望获得葡萄牙国籍,前恒大球员保利尼奥在保利尼奥征战世界杯期间,他拒绝听取一切转汇消息,不过,这位巴西国脚在中国市场十分受欢迎,他重返中超的可能性,争辩得越来越大,保利尼奥本进世界杯出战四场,并收获一粒进球,他也被主帅蒂特,排入于比利时队的首发明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Xxk